嗨,大家好,我們現在做空氣泡的簡單科學搖作 這是我們的簡單1000cc的罐子 我們這邊要先點八個洞 然後之後我們要把這邊這個底剪下來 剪下來的樣子就像這樣子 我們把它剪下來,剪下來就像這個樣子 那這邊的這個底呢 把這個洞的底是怎樣我們要做的是 這個射擊的這個拉的地方當作防護 它才不會把這個塑膠袋打破 那我們這底剪下來一定凹速度不平,沒有關係 我們用剪刀簡單的把旁邊一點修掉 修完之後呢,它應該要像這個樣子 它就是一個圓,那我們把凹面逃到外面 凹面逃到外面,然後在做的時候呢 我們記得,這個塑膠袋放在一個正方形 旁邊拿一個塑膠袋 好,大家看一下 我們用一個正方形的大小 好,這根不要的呢,我們把它給裁掉 好,裁掉完之後呢,像這個樣子 這是我們的頂部 好,那現在這一塊呢 也比較浪費掉了 這一塊還要做著保護 做我們的這個衝擊的保護 我們把它對折,再把它剪開 好,剪開完就像這個樣子 好,那這個不用全部用,我們再用四分之一 好,我們只要剪一半,再把它對折變四分之一 好,這樣的厚度呢,就夠用了 我們把它墊在我們的袋子上面 好,墊在我們的這個 這個塑膠袋正中間 再把我們剛剛所做的這個 這個 板機 好,給它附在上面 然後記得用膠袋貼了之後呢 你要貼成 像這樣子 好,我們膠袋 好,這貼在兩邊 貼的時候呢,一定要避開這個洞 好,把這個洞避開 避開這個洞子只要那麼低 因為這個膠袋是脆的 好,如果你等下在穿洞 就不要把它穿破了之後 它就很容易脆掉 我們貼了之後 同時間 把這個板機扣跟我們的寶布 下面這張 活在的這個袋子 全部要貼在一起 所以四個長度一樣不夠 筆都還寬一點 好,我們澳面的地方再講一下 好,澳面的地方就是這個 我把它剪一下 看一下 這個看起來現在是一個 有一點像M型的 我們把M型的兩側剪掉 就M型的這兩側給剪掉 好,它現在是有點像M型的一個波浪狀的東西 我們把兩邊剪掉 把它再修飾一下 記得修了之後 旁邊不要有靈有角 有靈有角 我們把塑膠袋再給刺破 修完之後呢 它應該是一個 有點弧面的 凹型 OK 看這樣 好,是一個弧面的凹型 我們把凹面朝上 這樣切上去 切上去 切上去的時候 注意喔 這個四個洞 就是剛好是上下 這樣四個洞 好,那我們就是把膠帶給貼上去 膠帶再來是長一點點 貼的時候呢 像這樣子 好,我們先貼單邊可以看到 好 這個呢 剛好兩個洞避開 好 那這是我們的膠帶已經被 跟下面的塑膠帶都可以貼在一起了 然後這三邊是固定住的 這是一邊的 那我們再貼另外一邊 好 貼起來 好 那這整個貼起來之後呢 就 這就是完成了 好 那接下來我們要開始縫 縫的時候呢 記得 我們用這個綿繩 拿這個 髮夾 黑色髮夾就可以了 我們把綿繩給穿過去 這所有的材料 都是在生活上就可以拿到的 穿過去這樣子 像是縫衣服一樣 好 記得縫的時候呢 第一個洞是從上到下 從上到下 然後下面這條線呢 要跨過對角線 跨過對角線 到這個洞裡面來 好像同有夠一樣 從這個蓋子的背面來看呢 我們要做出一個XS型 好 那正面來看呢 我們要做出兩個 就是好像一個2一樣 好 這邊的線呢 稍微留 可以稍微留長一點 大概是8公分左右 好 我們再把它斷回來 所以可以看到 這個奧面的這邊 等一下綁起來之後呢 這樣就像是一個2 好 背面的地方呢 它這個XS型 這個XX 好 把這邊打個平結 做個結束 好 我們留的這個針子呢 事實上是我們要做 等一下自己用的那個 手指頭可以抓的那個地方 好 所以我們 把它給繞過來 對不起 我們把這個針子先穿過這個洞 讓它繞過來 繞過來 對不起 繞過來之後呢 我們在這邊 繞回來 在這邊再打個平結 好 那時候呢 把剩下的棉繩給剪掉 好 這就是我們等一下手可以拉的地方 等一下射擊的時候就拉這邊 好 拉這邊拉出來 它就可以射擊 手就有地方可以拉 好 那接下來呢 我們要穿 橡皮圈 要從這邊穿過去 我們要先把兩條橡皮圈 給它打 長一點 變成這樣子 好 拉繩 好 這是我們要的橡皮圈 我們要穿過去 當然可以接住我們的這個 打牆 好 來幫忙 把它就穿過去了 好 穿過去呢 我們等一下要用 所以先留在這邊備用 好 那接下來我們需要一條 稍微長一點的棉繩 要綁那個 因為這個高度比較深 所以我們需要再長一點 來一樣用髮夾當的針 好 好 先穿好了 穿好之後 我們拿這個 剛穿好洞的 這個洞打好的 我們就從這邊先穿進去 穿進去之後呢 這要繞過我們的橡皮圈 就把橡皮圈 穿過去 因為這要把橡皮圈固定在這裡 就像是這個樣子 用這兩條棉繩 把橡皮圈給綁起來 好 所以我們的 橡皮圈再穿回來 把這橡皮圈 把橡皮圈再拉回來 那後來就記得 我們不用太長 所以 這個繩子呢 因為等一下要綁起來 我們先把它往裡面送一點 這樣子 這樣綁了之後就比較好綁 好 可以看一下 這留太長 會有點浪費 我們再把它 再收一下 好 大概留這個長度 我們可以打個平結就夠了 好 我們再打個平結 把固定在這裡 好 單邊就做完了 凝固定好了 好 那接下來我做另外一邊 另外一邊要做的時候 當然這個會比較卡住 但是這樣小心就好 好 一樣是先穿一邊 把手綁這邊把 針給拉過來 拉過來之後呢 我們要穿過這個 橡皮圈 穿過橡皮圈之後呢 再把它拉回去就可以了 穿過去了 再把它拉回去 好 這樣子橡皮圈 就被這個棉繩所套出了 可以看到 這橡皮圈被棉繩所套出 所以一樣 我們是把這個 橡皮圈再往外拉一點 把棉繩稍微 修一下 讓這棉繩 只要有一點點在外面 面就可以 足夠綁一個平結就可以了 好 把這平結做好了 把這剪掉 好 同樣的這個就OK了 好 所以你可以看到 這就是我們的 空氣泡的 好的樣子 可是這樣沒辦法固定 這樣空間沒辦法擠 對不對 所以接下來我們要做我們的 這個 活塞 活塞的位置 這個活塞位置呢 首先呢 我們先把兩邊先 對角線的地方先拉出來看看 好 這大概就是我們要的位置了 那我們就先 把這對角線先黏好 先用一小塊橡皮圈 先把它貼住 記得你要拉的時候 你要記得那個高度 可以讓你所有的塑膠袋都在外面 好 一定要讓所有塑膠袋都在外面 好 一定要讓所有塑膠袋都在外面 兩邊四邊這樣都能夠對稱 好 大概是這個樣子 好 那我們就先貼這邊好了 好 先切單邊 這樣貼起來 我們要貼最小的這邊 好 記得這高度一定要讓 盡量一致 這邊拉好之後呢 這邊下壓著 這邊就可以很輕鬆貼起來了 好 那接下來再放另外一個對角 也是一樣 把它最後 第四個對角 好 那基本上就是差不多已經完成了 那盡量我們把整個給套起來 這樣就OK了 那這當然要拉稍微小 長一點的下面 它的膠袋 好 我們就從這邊開始 把它整個收起來就好了 把它整個收起來 讓它好 可以把它有點細膩的效果 好 這樣收起來 就結束了 這是我們的空氣套 好 可以看一下 好 效果不錯 OK 拜拜